然后呢 环石料理我这儿要特意介绍了一下 环石料理 我还专门考证了一下 空腹喝茶最容易出现什么 醉茶 晕节出嘘汗 所以呢 正是喝茶前应该吃点东西 垫步一下 环石料理前身是茶席 茶席 但它不是主角 但是呢 不是主角的话 也不能干扰你后期品茶 所以呢 它不能加太多调料的东西进去 所以基本上环石料理第一点就是食物的本味 是吧 正好暗和日本人不会做饭这个特点 是吧 你想啊 它不会做饭 人就不能做那些味道太重的东西 下水它就做不好 对吧 更别说是这个带点味道的肥肠什么的 它都不会收拾 所以外国人很多不会做下水 一个原因是人家有足够的东西吃 是吧 第二个原因它是不会收拾 真正收拾好了那东西解馋的话 日本饭吃了半天就是开始觉得 哎呀 好看 好吃 吃三天试试 吃三天马上就想 方便面 炸菜 是吧 那叫食物的本味 对吧 食物的本味 心 山 骚 是吧 都有 所以呢 或者道理四道菜啊 第一道是羹 羹 羹 大家记住是粘稠的汤 而不是清汤 我们现在熬一个高汤什么 闹点什么清清亮亮的 是吧 能见底那不叫羹 羹里面放了很多 其实在明朝以前咱们喝茶喝的都是羹 那里面生姜 结梗 橘子皮 是吧 盐 我觉得喝茶得放点盐 你为什么 苦谢心啊 得闹点咸的反左一下 第一道叫羹 第二道呢 快 快就是现在三个字表达叫生鱼片 两个字表达叫刺身 是吧 第三道就是智 快智人口就从这来的 是吧 智是什么 烤鱼 烤肉 也有的上天附罗 天附罗就是油炸 面果 蔬菜 或者是各种的那个那个虾呀 只要荤的素的拿面一果一炸 就叫天附罗 最后一道是煮菜 煮拿水煮的什么 清水加肉加菜 是吧 就四道 这是华氏料理的标配 现在已经是眼花缭乱 杯杯碗碗 叠叠盘盘 是吧 已经失去了 他首先从茶席一个配角 变成了主角 是吧 菜式呢 也变得杯碗瓢盘 越来越 精致漂亮 是吧 然后我们汤河园有个博物馆 博物馆里面有个金碗 然后每次来的客人就是我用金碗给你泡杯茶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就跟你们昨天捧了一个银定 所以越来越讲究这个器具这种形式的美 而真正忘记了什么 忘记了你得把东西做好吃 而且饭馆这个东西 你去了一趟 下次我还来 下次我要带朋友来 谢谢大家 谢谢你 到课